大家好 歡迎回到肥宅的頻道 又是月頭的時間 我們這次來看看8月份有什麼高達的模型載犯 如果你是家裡沒有土地問題 今個月出了9份Perfect Grade載犯 另外中程瑪莎專用機體的師兄也要留意 High Grade那邊亦出了很多適合你的款式 廢話不多說 馬上看看8月份的再反程度 一貫作風 由大份講到細件 首先講完Perfect Grade 1998年 編號1 元祖高達 現在有PGU 顯得有點歐地 但用回當年的技術看 明顯它超越了MG一大級別 完全演繹了再進一個級別的標準 油壓的部件做了電腦 頭裡面亦給了一個小燈泡 比High Grade UC還要早一年出 當年來說真是無可挑的一件產品 1999年 編號2 量產型渣古2 PG的第二隻機體 跟元祖一樣給了小燈泡 雖然說明書有攪拌 但一點都不容易安裝 大量排氣口獨立件依然是組裝時痛苦的傳源 當然比起RG的鼻屎大件已經舒服很多 1999年 編號3 馬砂村用渣古2 第一隻馬砂村用的機體 如果我沒記錯 它有兩至三個版件跟綠渣五一樣 應該就是背包和腳套的位置 紅色有做了兩個分析 都是那句 以當年的RG級別水準絕對的經典 2003年 編號8 高達GP01 配備了兩套裝備 對應宇宙和陸地戰用 自帝格勒夫這下是值得的 但腳的細節對比之前的PG就不算得上特別精細 還要避回核戰機的結構 腰部的可動真是比較差 但又有這麼多裝備 又有格勒夫 學長們也說 對我吧 2004年 編號9 突擊高達 PG裡面也算得上是小部件 比起之前那種重機械感 這隻Strike出得比較無疑人體肌肉 除了巨斬刀之外 沒多餘部件 背包都沒有 這個價錢其實是合理的 如果想入PG欠的朋友 這隻是挺好的開始 2005年編號10 空中霸王家 Elly Striker套裝 暫時唯一一隻PG不是有MS的機體 說真的5000日圓比某些MG更便宜 完美地配上Strike Gundam 但提醒大家 2020年出過PG版的Perfect Strike 三個形態的配件都有齊 價錢大概25000日圓 如果大家想齊齊配件的話 其實新的那隻可能是你的目標 2014年編號15 獨角獸高達 很多人覺得它是MG放大了 主要是MG做得好 但PG內購複雜程度就真的不是同一個檔次 最重要的是它變了形後比例是順眼很多 骨架做了紅色型自帶UV效果 LED的組件就要分開買 但我個人建議買了 是好看的 2015年編號16 布桑雷妖 這個就不是Final Version 它的骨架是黃色 但相反我推薦這款 因為它的黃色件不是屎金膠色 真的做了電腦給你 相信我 屎金膠色你真的會越看越不順眼 2018年編號18 七劍型00 OVA版的00形態 由於PG的關係 七把劍的結構是可以做到最紮實 另外比例比起MG和High Grade都有進步 GN Drive有LED就不再說了 頭和大劍上都有配備LED給你 但老問題 配件太大件 關節承托力是不足夠的 以及也有持續不穩的問題 接著就是MG 2004年編號73 高渣鼓 分件的處理是做得好 大部分件都獨立做了一個零件 可動也是合格以上 但某些大關節 例如前腳板真的比較鬆動 武器比觸 但貼紙好像有點不夠 那就去找水貼吧 2005年編號82 高達Mk II奧剛配色2.0 基本上可以說是PG的縮小板 某些關節特別是腳的裝甲連動 都做得一模一樣 這個配色是包一個整備台給你 但提一下 股頭的關節是非常緊 玩起來要小心點 2006年編號86 強韌 模型有包上盾牌 發射導彈的下偶件 成份模型中規中矩 不過你問我我真心覺得 HIGHGRADE新生版的善妖 和比例都會好提些 2006年編號89 海盜高達X1 超多武器 一隻高達是插不完 核心戰機的變形結構 也做得不錯 推進器的連接也做得很好 最大問題是ABC屁風 質地硬是看上去 無論如何都不順眼 所以我見很多司機 都是自己找一部車 2007年編號102 命運高達 留意這款是普通版 特別版的Extreme Bass Mode 分別多了不同的效果件 還有一些部件做了電腦 我自己覺得小腿和腳掌 形狀是不對勁 還是不對勁 所以大家可能會想想再買 2008年編號109 威靈脈衝高達 兼顧到一貫Seat系列的高可動範圍 亦有裝甲連動 整隻模型哥 比例做得比較修長 所以網絡是非常帥 但關節始終是用到ABS材料 所以真的比較容易鬆 特別肩膀上下動得多 就會更加明顯 2008年編號14 無限正義高達 不知為何他用了銀色骨架 為了呈現腳刀的特別武裝 關節和裙甲都用了新設計 超級大的背包上出氣口 噴射引擎 全部都做了很多精細的黑線 Seat Destiny的Master Grade系列 我覺得這款是最好的 2009年編號119 巨劍型墨衝高達 三個墨衝型態中 這款應該是最高人氣 除了高達主體部件是重用之外 巨劍的所有部件都是重新開武製 當然了 主色會跟著做紅色 2009年編號120 老虎2.0 整個造型編回到電視版的古早鋒 即是頭比較大一點 和嘴巴比較長 雖然譜是一樣 但意外地沒有用到太多渣骨的骨架 另外留意編條片是會不拒的 2009年編號124 激光坦克 喜不喜歡這款機體 就好主觀 但它的結構是有絕對的誠意 包括理帶的結構 可以前後伸縮的炮管 還是隨著轉動會伸縮的機關炮 都是MG小友的精細 還要額外給多一個LED燈 暫時來說都是後無來者 2010年編號130 紅米網高達改 背包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狀態 可以變成長弓 大劍 Flight Mode等等不同的形態 另外大家都很注目的當然就是 兩碼大刀 谷一文字和虎切 還要上電道給你 那只是這個形態的程度都已經爆燈了 2010年編號140 量子營雙 劇場版的機體最特別當然是 好像披風那樣的G&Chill 是很形態的 問題是組裝的接駁 其實真的不是做得那麼穩實 特別是背部的接駁又細又短 所以是非常容易跌下來的 2011年編號146 艾比安高達 雖然理解不到為何他得近戰的武裝 但整隻模型好看是事實 腳和翼上面都做了三段關節 但高出力Saber大家要注意 他和效果件之間的接駁非常脆弱 我自己的8 玩兩三下斷了 2012年編號152 貴藍缺鬥高達 突擊裝甲 輪廓比例和細節其實都高的水準 貫徹了MG Seed系列的優點 駕駛倉蓋和飛彈蓋可以開合 軌道炮可以變成手持的武器 但最值得讚賞的是分析 基本上不需要做太多遮蓋 是非常容易上色的高達 2012年編號158 迅雷高達 雖然在同系列比起上來有點失色 但分析仍然做得很好 不需要做太多遮蓋 盾牌內部的細節也做得非常精細 問題是出在左手的爪 連結的關節非常脆弱 2012年編號160 暴風高達 應該是小友由第一閘打到最後一閘的高達 兩把一場炮非常多機關 很精細 但多機關真的容易扭斷 要調整起來也要比較細心 但即使有這麼長的大炮 重心意外地是穩的 擺姿勢是無想像中的慢 2012年編號163 NEW高達 會有春夏 今年也不知道第幾次說這個再版 但提醒大家 8月份的時候出了一個新的特別版 我上網看到某些模型部已經有得慢 如果喜歡這個形狀 但想找一個特別的配色可以去看看這隻 2014年編號140 藍米網高達 雖然說很多件都是同同迷網通用 但多了些3800個的配件 和完全不同的配色 變色度其實非常高 背包大小比較大 亦比較重 強烈建議用支架 2021年編號216 機動節武 用了渣古戰士的骨架 所以可動性算得上非常高 不單是MS的本體 連背包的可動性也很好 成功模型的分析大部分 包括配件 都是用分件的方法做到 2021年編號217 星石高達 用了自由2.0大部分的骨架 除了有自己配套的背包 亦可以分別配上突擊、密充 以及渣古戰士的背包和武器 而且自己本身也可以變形 無論設計和外觀上 都算得上非常不錯的機體 2022年編號219 大摩1.5 大家對這隻都應該記憶有色 說真的和之前那隻相差多少 我自己有說過 網上亦有很多人做過比較 買之前便可以參考一下才決定 好 講High Grade UC 2000年編號13 GP01 認真2000年的HGUC質素 並不是特別出色 但比在1991年那隻 連重心都不賺沒有波裝關節的失敗品 便明顯進步很多 同時它亦是High Grade UC第一隻高達 同年編號18 GP01FB 同一年出賣宇宙用的FB版 跟013那隻一樣 心戰機是變不成型的 以2000年的技術來說 這件事是非常正常 多300日圓就多兩個背包的推進器 看你喜歡哪隻 2001年編號19 馬砂專用的魔鞋 其實這隻和藍蟹是沒有分別的 就只改了顏色 留意今次再版有很多馬砂專用的機體 在HGUC出版 這隻是第一隻 2001年編號20 吉武 零售價700日圓 這個價錢 我猜你也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而且它本身也是提供激素的素材 其實很多師兄都會買來整爛它 然後做場景的材料之一 2001年編號25 GP03S 其實也是一隻中規中矩的模型 嘴的比例我自己覺得怪了一點 但那個年代是這樣的 同樣地核心戰機都不可以變形 2006年編號66 GP02A 看看大家的GP02有兩個版本 這隻就是沒有導彈在背部的一款 8月份高級的載返 其實也有不少0083的機體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就記得留意 2006年編號67 大功率吉武 少有的重裝型吉武 分件比例上有加強了需要做遮蓋的位置 也明顯比之前的HGUC少 有雙重關節所以可動也是合格以上 構造上這隻是高質的 2006年編號68 Zaku I 黑三連星配色 黑三連星專用的第一隻機體 因為它本身大部份件都很深色 所以水口位會特別覺醒 提醒大家 這隻在2017年GTO High Grade系列裡有推出過 無可否認 那隻出得好看多 2006年編號70 還有馬砂專用勇士 這個造型就肥肥一點 特別適合喜歡古早風的師兄 身體跟NG一樣分了三段的關節 側裙也用外拉式的連結 設計上這隻是隔身的 當然是以2006年來計算 2007年編號76 炮擊型勇士 跟剛才那隻隔近 大家可以想像到大部份件都是共用的 配備加龍型零件 截擊長槍 手臂前的Missel Launcher和盾牌 受惠於上一隻泳池 現在的結構其實是做得好 2007年編號81 雙面鞋 以前智戶軍的水中專用機體 很多都叫鞋 這隻都不意外 現在大家看回當然會覺得很簡單 但內購的細節都沒有什麼 因為大份的關係 所以價錢都不算上便宜 2009年編號120 基拉祖佬 上個月就出了Angelo的專用機 和親衛隊 今個月就出了這隻雜觸機的版本 值得讚的是關節的位置做得很好 但接縫的位置非常顯然 如果你要做得無縫 可能就要遇上全機要上色 2010年編號105 渣古2 F2 自戶試樣 0083就說它是最強的渣古 隨便吧 都是渣古 但這隻的造型細節 比起之前推出的NG 都不是輸前太多 分件的方式 就顧及到接縫的隱藏 唯一的問題是可動性 真的比較差 2010年編號107 渣古2 F2 連邦試樣 在0083第一集 就已經登場 和之前那隻都是顏色上的分別 對不會上色的師兄而言 這個顏色跟觸動畫 都有一定的動力支持他們去買 2010年編號113 吉姆斯裝備 都是0083登場的機體 當時吉姆普系中 最終是性能最高的機體 上半身的可動性不差 但下半身真的有點問題 特別是腳板接地的位置 不知為何不穩陣 是真的比較差 2010年編號114 鐵球套裝 雙機版 件是少的 但應該有的都有齊 頭體表面的坑對上色和滲線 都有很好的效果 真的要說 駕駛艙你都做了透明艙 看多一個人仔進去都可以吧 2010年編號117 老虎改 可能是08小隊中最高人氣的機體之一 這套套件是出得非常好 一直以來 它的超巨型的機關槍 一直都有不具問題 但這份模型加了一個小卡 順位去支撐機槍的重量 可以做到單手便宜 2010年編號118 GUNDAM X分頻炮裝備型 被人打爆後不夠 就硬殺肉弄出來的GUNDAM X Divider 這個可以發炮也可以當推進器的盾 一定是最大的賣點 還送多一顆 只是出過一次場那麼大把的火箭炮 但是盾本身很多分式連分界線都沒有 所以這套對上色是真的沒有好 2011年編號120 一無改 其實看回原本的設定 這個機體性能一點都不差 又或者可能GP01廢 分件和可動性算做得好 但是頭、小桌和前臂都有很明顯的折縫 如果要做無縫 就避免不到要全機上色 2012年編號136 德爾塔高達 繼99年白色之後 這隻是第二隻全金色電腦的HIGHGUE UC 它是白色的完全版 有誠意的地方是沒有直接用DELTA PLUS的部件 但HIGHGUE UC要4200日圓 所以它出得少 不太多人買也是有原因的 2012年編號149 羅森祖佬 非常特別的機體 第一它給了很多炮油炮的頭盤 第二它給了超長的電腦尾 讓你再現一隻爪飛出來的場景 第三就是它的組件的顏色 和本來動畫的顏色的差別 真的很明顯 我見大部分組裝這隻的師兄 都是自己調整顏色 再噴就算了 2013年編號150 尼姆 可以說得上最沒有存在感的雜助機 這是ZTA的版本 之後是有一個獨角獸的版本 整隻模型都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 武器都是最基本的槍和劍 2013年編號155 22Z8 雖然骨架是用舊血 但外甲有重新做過 連空降用的特大背包 它那隻橡牙色 我自己還是覺得有點太白 而且不知為何我覺得 這隻一定要做舊化加戰損才順 2013年編號157 梅薩拉 可以變形也有支架給你 支架還可以讓你收起不用的配件 好像在ZENTA系列的機體 這個支架出現的頻率也挺高 隻腳掌怪得來 意外地有其好穩 因為設計特別的關係 也是殺熊熊的好材料 2014年編號175 布箱鋁妖破壞模式 這是黃色骨架 同時配備大盾可以做到伸縮和摺疊 內幅槍也包括掛件 Revolving Launcher 我經常都說 比例上high grade 就不用遷就變形模式 所以是比RG和MG更加要好 2014年編號177 Ternay高達 外形真的未必有個人欣賞 但細節也做得非常足 可動範圍合格以上 而且小腿中間跟MG一樣加了一個關節 胸口有一個可以替換的零件做到不同的狀態 以high grade來說 這也是唯一的做法 2015年編號191 元祖高達生生版 再返的List中也老實上出現 其實到今天為止 我出去模型譜看到這隻 都是說60多到80多元之間 我個人覺得這個價值得很難 而且組裝出來真的帥 2016年編號199 全武裝獨角手高達破壞模式 這隻就是做了紅色的精神感應框架 多謝上次有網友提醒 比起綠色骨架那隻全武裝 就多了一把大斬刀 這份就真的要齊了所有的武器 2017年編號206 伊佛利特 不算上一隻特別飆青的模型 分件不完整 結構也比較簡單 明白你做玩具是不能做到手類件那麼尖 但也不是頓得那麼緊要 有個手類劍的發熱效果件 但配套的手柄 就不知為何很尾四段 整件事就被人很趕工的感覺 2019年編號224 命運高達 基本上200號打後的HGC 我個人是極度推薦的 這隻命運包了所有你需要的效果件 而且很多分析是用分件去完成 腰側的裙甲現在不會再阻礙腳的轉動 就這樣掃早甚至加水 完成度已經夠高了 2019年編號227 獨角獸高達3號機鳳凰 獨角獸模式 這隻是獨角獸版 所以不會有外露的精神感應骨架 完完全全的金閃閃 我自己沒有砌過電腦版 但看看盾牌那條尾 都是由幾個很脆弱的位置扣起 這個位置大家玩起來 真的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2020年編號231 無限正義高達 這隻我是有拍過開箱的 它的分件和分析 是可以直追RG級別的水平 小腿上兩個效果件也有 背包可以變成飛機的細節 但有個小問題 就是額頭的V角會頂著肩膀的兩支炮向前 你要拆掉頭才能把那兩支炮向前 2020年編號234 瑪莎專用渣古2 和上一隻紅渣比 他有很多件都是新開模去做 包括改善了群甲限制腳可動的問題 外形也有少許改善 好不好看這家東西 就真是見仁見智 但至少他願意開新模去做 誠意是有的 2021年編號238 C Gundam 我由1月到8月報再返 好像這隻東西都不知道第三還是第四次出現 側面證明了有堅明的機體 是不怕他不會繼續推出的 大家不要心急吃炒架 2021年編號241 量產型炸古2 跟234那隻紅渣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只是顏色不同 和沒有一隻角 你說他一模多容 是的 但綠渣和紅渣都出現 也是非常正常的一回事 補回多一個是2001年出過 補編號的高達V狀戰套裝 可以一次過包含三隻聯邦的主角小隊機體 包括有元祖高達、鋼坦克和鋼加龍 大家都可以想像到 就是用01年前出過的放在一起 價錢都是三隻的總模 我自己也是做資料搜集 才知道原來有出過這樣的套裝 最後講到RG 2021年編號8 高達Mk II奧桿配色 其實都在反了幾次 我又講一些之前沒有說過的東西 RG是不能配套高達G Defender 曾經有第三方出過特別給RG的G Defender套裝 要用那一份才可以合體做Super Gundam 2017年編號25 獨角手高達 比例就不說了 因為這些很主觀 但RG的設計因為太過Best Fit 本身的變形已經挺有難度 如果噴油就會吃得更實 所以我個人建議如果你上色 就直接組裝做破壞同色就算了 2021年編號34 智乎號 又是另一個證明 如果一份好看好慢的模型 Bandai絕對會加印再加印 所以如果不急的話 真的不要特別吃炒價 今個月的再反情報來到這裏 有兩隻流浪貓 其實我跟貓舍那邊也間中有聯絡 現在政府在大西北那邊 就收地已經開始了 亦因為這樣很多流浪貓都被人趕了出來 貓舍那邊也盡量帶走可以拿走的浪案 無來為止真的有限 如果大家真的有心去迎接一隻生貓 和你一起生活的話 我在影片的描述就放了一條零 大家可以聯絡回浪貓會 我知道坊間有很多關於貓、義工不好的傳聞 說真的各行各業都有好人和壞人 但至少我個人的經歷就是 正常填了一張坊 去探貓、做房間 各樣東西都正正常常沒問題的話 義工就會送貓上門 還有補一句 帶了貓回家 你就多了一隻寵物 但對貓來說 你就是全部 所以真的不要輕然氣養 影片到這裏就完了 如果大家對高達模型的情報有興趣 或者想了解一下新手向模型處理的技術 記得要訂閱這個頻道 我是肥薩模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